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用三个非常简单的手型 带大家感受一下古典舞的魅力 好,首先呢 第一个按掌手 我们的兰花指摆住 然后在我们的胸前有一个按掌 那我们的手腕呢 微微向下压 然后在我们胸前的两个拳头的位置 去做我们的按掌手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手位 好,第二个是我们的山绑手 手从旁边拎起 在我们的旁平位的位置 去打开我们的山绑手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肩膀 跟我们的手臂呢 是一条直线 然后同时呢 把我们的手指尖向内收 包回来一个弧形 一个微弧形 在我们的手臂 在伸长的基础上去向远拉伸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拖掌手 好,我们的手呢 从下方拎起 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呢 形成一个托盘的一个动作啊 就我们在我们的手上 形成一个拖掌手啊 那我们的拖掌手同时呢 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手臂呢 不要伸得过于直 一定是一个长而圆的一个形态 让我们的手指尖呢 是手心向上的啊 手指尖用力 我们做一个拖掌手的位置 好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呢 用三个非常简单的古典舞的基本手位 带大家感受一下古典舞的魅力 想学习更多有关古典舞的知识 可以去我的专栏课程进行学习 下期再见